深夜山村突发命案 夫妻关系暗藏玄机 冲动的抉择让他自念苦果 流言的漩涡让他无法逃脱 国际家庭日特别节目第二集 流言祸水 忏悔录正在播出 2015年12月24日 在河南省女子监狱 一位名叫吴长虹的服刑人员 正在与他的亲人们进行一次特殊的亲情会见 这句近乎残忍的话语 吴长虹却非常轻松地脱口而出 怀抱中这个年仅四岁的小姑娘 直到长大成人都无法获得母亲的爱护和陪伴 然而吴长虹对此却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愧疚 面对老泪纵横的母亲和懵懂可爱的女儿 吴长虹却表现出炒乎寻常的冷静 在这次非常难得的团聚中 除了劝解家人不要哭泣的聊聊术语 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想要诉说 吴长虹的这种异常情绪 其实早已引起了监狱民警的警觉 第一次刚带他打电话的时候 给家人打亲情电话的时候 他当时就和父母表达了非常小极的想法 就说我还不知道我能不能回去了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听起来这样的话是很悲观 甚至有点像临终一别那样 那么吴长虹究竟是因为什么而犯罪入狱的呢 他又为何对人生悲甘绝望呢 事情还要从一年多前 也就是2014年6月19日说起 当天凌晨两点钟左右 吴长虹的母亲突然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 我给我塞着了 他打来电话 说我师叔啊 我两爷赶紧来倒吹 他都说他师叔了 他说他倒死了 后来我都报警了 我原来报警了 他都报了 都说这些人手机都过了 再有多点多都要多不多了 吴长虹在电话中告诉父母 就在刚才自己失手 傻子的丈夫赵殷松 震惊之余 不等老两口继续追问细节 女儿就挂断了电话 太好了 过不下去 对过不下去 不过也开始 走到这一步 走到这一步 两位老人实在无法理解 女儿此前并没有表露出任何异常情绪 怎么会突然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 那么吴长虹和丈夫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吴长虹和丈夫赵殷松都是河南省免持信任 他们的家就是这处没有院墙的三间平房 案发后一直控制着 一年多前发生在这里的那起命案 让所有人都世了危机 谁都想不到 人家公子皇后又老那么大处 对不对 都得用一些三小时要的 赵芸松的大哥没有想到 前一天还在一起打工的弟弟 一夜之间就天人勇哥 那么案发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这对夫妻反目成仇 2014年6月18日晚上9点多钟 吴长虹三岁的女儿已经入睡 她和丈夫却突然起了争执 这件让吴长虹难以启齿的事究竟是什么 这件事是否正式引起吴长虹 反罪入狱的关键因素呢 然后她提了一个客观的要求 但是我没有同意 赵芸松对吴长虹提出了特殊的夫妻生活要求 这个时候吴长虹内心是无法接受的 她觉得这种方式是对她的一种羞辱 当晚丈夫提出的这个要求 让吴长虹非常意外 她不知道丈夫怎么会突然冒出这样的念头 晚上她忙着直下 不看如下才回想都不见不起来 因为她忙你色会结婚啊 好像说人家傻子 她不如管别的小姐 丈夫不堪入耳的咒骂 狠狠地扁塌着这个女人的自尊 也让她感到更加强烈的厌恶 倔强的吴长虹无论如何不肯妥协 没有想到这却引发了丈夫更大的怒火 由此揭开了赵芸松心中的一个隐秘心结 案发前一天傍晚 吴长虹给丈夫做好晚饭后 带着孩子出门散心 晚上九点钟左右 她接到丈夫的电话后就立即往家里赶去 她隐隐感觉到丈夫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回家她把路上淘汰到了一个里 她又淘汰了一个电话 然后我让我都说我都快到了 我只会接到电话了 然后她忙完 她忙完一晚上没得站过来 小时出去嘛 得知妻子去了赵芸松的大哥家串门 丈夫的怒火突然爆发 她开始不停的咒骂妻子 吴长虹也不甘示弱 争吵中丈夫突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 憋着气地的尿小孩都没这么像 左小孩给她打开小孩真这么像 吴长虹没有想到 一直以来丈夫的心里定然隐藏着这样的心境 在她看来 村里人的猜忌 纯属无种生有 那个时候她的家也打工 她不在家的时候 因为在弄腿 那个手装脚弄上 我家的时候那个吃坏了 没吃好 反正我去鱼我也不会开吃 所以我经常也叫她打工 她打工 她外边吃多少饭 我因为都从我 都过来跟她们 人家她不跟我的 照顾在这里做 我们都要叫叔叔 当时我觉得她对公司 已经极大有侮辱 她说了 我看你不看她 你只不过这边也那个 怎么看着会那个 让她一直坏了 两个人就因为这样的事情 争执五六个小时 这场争吵一直从晚上九点多钟 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钟 却依然没有要结束的意思 赵银松反复盘问妻子 和她大哥来往的种种戏剂 并再次提出了 那个特殊的要求 她最后不通行 以后她开始打了 然后当打的时候 我固扎的那个胳膊 但是我到时候 我说胳膊固扎 你最后不要打 然后她说是 最后打手了就好了 然后一直打 一直打 最后我疼了 可以说的我疼了 我受不了的时候 但是我开始想捂开她 想推开她 吴长红不小心自己翻身 滚到了床下 她的手摸到了床底下的一把铁锤 但是我可丧心 我这样吹口恶气 但是我都不知道我闹的是事 在闪躲和司打中 吴长红从床边滚落到地面 黑暗中她摸到了一把铁锤 床上丈夫依然在无休止地慢骂 巨大的厌倦和疲惫感 紧紧包围着这个女人 吴长红 一丝丝丝地问着自己 真的要这样结束吗 面对难以言说的羞辱 她该何取何从 曾经的坎坷情路 让她无从选择 留言祸水 忏悔录正在播出 案发前 丈夫持续几个小时的纠缠和辱骂 让吴长红极度厌恶 她知道 依照以往的经验 这一整个晚上 她将过得无比煎熬 你不肯让我一直在说 一直在说 这种事情吵架的时候 就不是第一次了 因为每次吵架的时候 她都能 有时候就是一晚上 我脾气 我脾气是有点老干 就是心上脱好的 第一次玩过 那段时间 吴长红和丈夫正处于冷战阶段 此前她夫妻带着孩子回娘家 住了一个多月 丈夫上门要求她回去 起头上的吴长红没有答应 丈夫就带走了孩子 她走的时候都不愿意走 她说我强劳她都找不到我了 但是走的时候 我还是明白 让孩子走了 和爹娘要哭 我也哭 他爹 他爹 也哭 我爱这三个人都是 一和爹都不看 想着娘回去 不要再 不想我的 赵银松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吴长红为何对他带走孩子 表现得如此焦虑呢 难道是仅仅担心丈夫 不会照顾四岁的女儿吗 她又为何如此绝静的 不愿意跟随丈夫 一同回去呢 她管家前来带她 爹小闺女就给娘娘带她 撒死 她爹这一只 给我的疗头够牙了 我都拔了 我都拔了 八个钟头都没哭出来 但是我不是说她了 然后人家操活了 然后你干得鬼伯去 这种事你都不要管 她当次 她当次就不叫小孩吗 报警我叫小孩 一个人管在一个房间里吗 都是脑头流也客气了 那你说人家啥事啊 我都过得倒了 这下都是挺快的 我说我那这一个 我就信了 不能你老爷儿 到我那老爷儿 就再到我一次 吴长红已经气不清 这是丈夫第几次殴打她和女儿 眼看第二天就是除夕 吴长红却丝毫没有心情 迎接新年 无奈之下 她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度过了一个孤独 凄冷的春节 也许是担心吴长红 真的动了要离婚的念头 赵银松在回家时 一并带走了女儿 这让吴长红也万个不放心 果然没过几天 她就收到了一条 让她心急如焚的短信 我刚才说你小时四了 我都说你小时又不行了 唱歌 我都是可答应我叫孩子 给她发信息 说女儿怎么样了 女儿生病了怎么样 要她回来照顾她 我给孩子卖药的时候 她不少卖药 我就知道 这一切跟罗佛的欺骗 就是孩子比没有病 吴长红态度很坚决 我心里就觉得 无论你用女儿怎么威胁 我都不会再回到 那个没有冷暖的家庭里了 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吴长红努力克制着 作为一个母亲的牵挂 理智告诉她 这一次她必须坚持自己的选择 然而 吴长红最终 为何又回到了赵银松的身边 并酿成这样一出惨剧呢 她说你 毕竟 病得结果三次回来 如果这一次不难过的话 可能会被人笑 她也是为了向大家证明 她能够获得一段安稳的感情 和一个温暖的家 原来在与赵银松结婚前 吴长红已经有过两段婚姻 虽然持续的时间都很短暂 但在周围人的眼里 她儼然是一个异类 而这样的非议 似乎从她2003年 第一次离婚后就开始了 我说我们这家家居民有夫妻的事 她们在说 是不是有理替 可能是由于南方的身体原因 所以吴长红心中略有不满 就离开了她 她说她没有理解 她当然都卡不起她 在与第一任丈夫离婚时 吴长红只有22岁 这段婚姻虽然仅仅持续了一个多月 但特殊的离婚理由 让她瞬间成为村里人 差于饭后的谈资 为了尽快摆脱那些异样的目光 一年多以后 吴长红仓促开始了第二段婚姻 好像自家离婚那么多长时间 就能从婚姻回来 结婚之前见过几年了 这种对婚姻不负责任的做法 很快就让她长头了苦过 婚后一年多 由于吴长红始终没有怀孕 作为家中独子的丈夫 对她的态度便急转之下 当时她说我不会生孩子 当时她说 哎呀她说我让你说了 当时她说我不是第一次 那她对她打我 她知道她要不会生 那不会生她 我的干部就卡 她干部卡 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 吴长红外出准备回家时 却发现门锁已经被破家人更换 当她前去理论的时候 却遭遇了更大的羞辱 刚刚租到她叫院 她叫那个梦阳下 她把她往的家里还打我 但是我还真没办法 所以我也不知道 跑不动人家来 干我的背头 咬着两刀 插流血 我都是咬着大烂精彩的 如果就我这家 最后一刀打开了 要打 要打这段 这边插断 给我抓到 你跟他爹 踢上这刀 还哭了 一番药物扬威之后 丈夫一家人转身离去 连累父亲遭到殴打 让吴长红无比愧疚和自责 也让他再也不愿忍受这样的婚姻 接连两次婚姻失败 让当时年仅25岁的吴长红 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从第二次婚姻失败以后 某一个月都没有出门 感觉 对他可是 然后他就想尽快地摆脱这样的生活 于是他就又匆匆忙忙之下 开始了他下一段的婚姻 当时的吴长红 并没有意识到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极易飘摇不定 而自己不负责任的决定 也许就是悲剧的根源 他急于改变自己的生活 却再次选择了一种错误的方式 经人介绍2009年 吴长红仅仅与赵银松 见过几面 就匆忙开始了第三段婚姻 赵银松当时已经33岁 因家庭贫困 始终没有成家 就这样 两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男女 组建了家庭 婚后一年多 随着女儿的出生 两人的矛盾开始显现 他在认识一个女孩以后 他觉得 可以压发我 可以下检我 那种感觉吗 他说 别叫媳妇生都不是男孩 总是生了一个女孩 我给女儿就给他留下检 他就给他 我出去去家 我都吃了头发给你 检 累了 我又压个草 看不见 我没了 我说 你给检 过来我就 把我写 给他去 累给决定了 累给决定了 我吃 我吃 我不要客气 我出来 我出来 他给他妹儿上手 我叫我救我 丈夫对自己的苛责 吴长虹还可以忍耐 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 丈夫对待女儿的态度 也许是从那时候开始 他才真正开始了解 枕边这个男人的真实性情 你就是孩子吗 喝一瓶男人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 都是皮头给他捏一段 然后头发到大 不想喝 要不过我的 买一个虾头 要不过我的 买一个蛋 给他叫我的吃吃 坐着给他住 他娘们回去 要娘都给跑 他妈吃了 是什么的 你看小伙子 有时候 我不能听他出去玩 有时候买一块下的东西 他把它开在大堂 赵银松 父母双亡 依靠自己在建筑工地打工 盖起了房子 还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费用 常年的生活结局 让这个男人格外精打细算 夫妻俩常常因为一些 针头献脑的小事 产生矛盾 渐渐的这些矛盾 都以一场打架收尾 在别人看来 不过是夫妻间 正常的磕磕碰碰 却慢慢耗尽了 吴长红 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他比谁都更加害怕 这场婚姻再次失败 却在夫妻感情的问题上 跌跌撞撞 不知路在何方 那么案发当晚 究竟是什么 让这个女人最终做出了 那个残忍的决定呢 他们曾是亲人 现在却是仇人 他们既是受害者 也是施暴者 家庭破碎 亲情私利 他们缘何迷失了 幸福的方向 515国企家庭日 忏悔路栏目 推出四集特别节目 守望幸福 与您共同关注 婚姻与家庭 忍无可忍 他最终选择 以暴制暴 不需要依附你任何其他的素由 你就都可以受理 家庭暴力的这个申请 打错注成 他该如何修补 残破的亲情 想不想妈妈呀 流言祸水 忏悔路 正在播出 2014年6月19日 凌晨一点多钟 赵银松 还在为自己提出的 那个特殊要求 不断纠缠着吴昌宏 这让吴昌宏 对这个男人 几乎厌恶到了极点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比他激怒了 因为他说那些好 我当时记忆确实有个恨 可恨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怎么能跟哪些小姐比呢 就他再不那个 真心吗 我是一个正经人吧 但是他没那样这个人 就因为那件事情 你都可以 那样侮辱一个人 他平常觉得 各警察做的时候 给他打死了 站在那 他可能有所有的责任 一边把一把搭 最重要是 摸在这胳膊我手里 争执中 吴昌宏翻楼到床下 顺手摸到了一把铁锤 在那一刻 他的烦躁情绪 似乎找到了一个 宣泄的出口 自己几乎疯狂吧 然后就开始 往他上上倒 外边倒到那了 拿着铁锤 砸上了赵银松的头部和颈部 导致赵银松当场死亡 最后我听到 他好像是 冻到一身吊小窗 然后我被他冻到开 但是我是一万 一切不可能 把他们都忘了 就这样 吴昌宏 以残忍的方式 结束了丈夫的生命 也结束了自己的 第三段婚姻 2014年12月29日 河南省三门峡市 中级人民法院 经过审理认为 吴昌宏 有自首情景 依法 从心出发 最终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吴昌宏 无期突袭 吴昌宏的婚姻是不幸的 他在两段婚姻中 都曾经遭遇过家庭暴力 并最终 以暴制暴 酿成惨剧 然而无论是他自己 还是周围人 似乎都没有意识到 家暴不仅仅是家务事 而这样的心理状态 在很多家暴受害者当中 都普遍存在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我们在开始 做那个调研的时候 那个到村去调查 然后就问他们 说你们这有家庭暴力吗 那个农村 你说没有暴力 我们这哪有暴力 没有暴力 我们说那有没有 这个丈夫打老婆 后来那个周围那一圈 坐的那晒太阳 都使劲小 说怎么会没有打人 这不是正常的吗 三天不打 上方接瓦 这个打是清大事 所以这个就是传统关系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从社会的这个角度 我们要改变 这样的传统关系 也就是说 家里的事情 不能够通过暴力的方式解决 2011年 中国国家统计局 和全国妇联合作 进行的第三期 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显示 全国有24.7%的妇女 也就是有近四分之一的女性 遭受过家庭暴力 那么 针对这样一种 广泛存在于婚姻关系当中的问题 是否一定要通过 搜出法律的方式来解决呢 如果就对年轻人来讲 我觉得特别拖着重要的 其实是从婚姻开始 你要构建那个婚姻关系的 那个模式 也就是从一开始 你们就要用良好 那种沟通的方式 而不能用那种暴力的方式 对暴力说不 最开始是从家里开始 但暴力 当暴力开始升级的时候 一定要报家 对于吴昌宏来说 他倔强又不善沟通的性格 也许是导致他与丈夫感情恶化的 其中的一个原因 那么 当他已经连续遭遇家暴 却又无法下定离婚的决心 他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呢 人生保护令呢 就这个反家暴法当中 应该算是一个亮点 现在呢 就是说 我不想不要离婚 我就想要求人生安全保护令 我就让我丈夫别打我就行了 我就这么一个要求 不需要依附你任何其他的诉由 你就都可以受理家庭暴力的这个申请 反家暴法 为像吴昌宏这样的女性 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支持 然而 他更需要意识到 爱是家庭关系当中最核心的要素 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 把每年5月15日 设立为国际家庭日 希望以此促进家庭的和睦 幸福和进步 而吴昌宏来到河南省女子监狱服刑后 也开始认真思考 自己的人生 我不想伤害别人 可我伤害了这么多人 我是一个渴望不要的人 但我都不知道这种爱 所以我学校的老家 你说两口都光影 真的妥协有点太黑了 不管是月娥最不 你说他 他说一块也好几年了 孩子都能倒了 你说 我对不起的还是他吧 因为我觉得 我告诉说 那毕竟谁在里面 案发后 吴昌宏四岁的女儿 辗转于几个亲戚家生活 漂泊不定 年幼的孩子 因为母亲的犯罪入狱 承受了太多的恐慌和害怕 开始为了小孩 把他固在这儿了 然后连他给园医口 然后给他儿哥了 他那儿子有点 跟你说农村 也说的财迷 请说吴昌宏没有怕死性 你要给孩子又送到外边 要拿一万块钱抚养费 抚养费送过来 我给他拿了一万块钱 然后给他要一万多 你拿一万块钱 在起付了一万元的抚养费后 吴昌宏的父母 把外孙女接回了家 小姑娘的生活 总算有了着落 愧疚和自责 让吴昌宏很少和亲人联络 这让监狱民警非常担心 近段时间 他们又发现了 吴昌宏的另外一些异样 他和同伴关系 处理得不太好 总是做出一种 比较轻易的举动 他这个行李有点退行 就是像 感觉这样的行为 像一个婴幼儿似的 需要人抱抱 需要抚摸 这样的 刘凤勤是北京 洪峰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 首席咨询师 在这家成立于 1988年的 公益组织工作多年 他接触了太多 像吴昌宏这样 渴求爱 却又不懂爱的女性 为了深入了解 吴昌宏的心理症结所在 监区民警为他预约了心理咨询 由监狱的专业心理咨询师 对他开展一对一的心理辅导 你用这上面的玩具 随意做一个什么都行 好不好 我在旁边陪伴着你 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问我 做好了告诉我一声 行吗 好 这里边哪个是你啊 这一个 那个是你啊 嗯 还有什么啊 特征呢 嗯 这个 这个好比说 在我身边这个人中 我是长得最胖的一个 最稠的一个 所以这个 他就是我的 嗯 这个人又 胖 又丑 又丑 是你啊 嗯 好 家里有五个孩子 她是第二个出生的一个女孩 那对于这样一个小的女孩 说不会得到父母 更多的关爱和关注 她说我自己体态偏胖 我长得比较丑 不受父母的喜爱这一块 嗯 从而形成了他 嗯 内心比较敏感 而且低自尊的 嗯 一个心理特征 嗯 这个会从而形成他一种性 性感上的淡漠 情绪的不稳定 做事 容易冲动 吴昌宏的父母 共育有五个女儿 生活的艰辛 让他们没有太多时间 去陪伴孩子们的成长 这也导致吴昌宏 对父母的感情 比较冷漠 然而 如果没有一份 强大的情感力量支撑 吴昌宏该如何面对 漫长的刑期呢 经过研究 河南省女子监狱决定 前往吴昌宏的家中进行家访 帮助他重新 连结起亲亲的牛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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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您是吴苏唐母亲对吧 您是他父亲对吧 走了 咱们进屋吧先 好 吃饭了吧 早上 吃饭 过来就是 大概了解一下情况 看看您两口在家生活的怎么样 现在是有谁照顾 我这会儿也都是晚了 来 也没人也能放得 我都没回来 没出门走啊 都是晚了 一直带着 他 我叫他回来 想不想妈妈呀 大声说 给姨姨大声说 想妈妈 那阿姨过两天 带你去见妈妈好不好呀 想不想去啊 大声 大声 那现在您就是等于是您下地干活 然后您在家照顾孩子做饭 对吧 对啊 那您自从他出世以后 您两口也怪想他了 对吧 我想他 他爹的牙都 扑着很大 牙上都 都收入了 也没有力量 牙上 因为整理由啊 他的毛巾躺多了 来的青天都在这 有没有大关 也许吴昌宏并没有意识到 父母对他的爱 始终深藏心中 第二天 吴昌宏的母亲 不顾身体的不适 带着外孙女 来到监狱 与他见面 不要哭 我都不哭你 我都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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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们在外面成熟 比我更多 男少都是想 想你得以我高水滴 我在这里面 在里面 好多时候 导的就是这样 所以我不会听到一些流言 肥语 对你们而言 你们成熟的 比我更多 我都生他都是 大碗 只要你肯定好高了 肥语好 只要拿着呢 我跟我肯定 带着你回去 我 还有一个 来说我一个 起来 起来 我记住你 还要睡一会 短三的会面 他似乎还无法完全消融 吴昌宏心中的肩柄 然而 鉴于民警相信 爱的力量 一定可以为吴昌宏未来的改造生活 注入新的动力 在咨询过程中 我觉得他应该以后是我的长期来访者 我会在咨询的过程中不断地去帮助他 使他的人格到处于完善 对爱的渴求和失望 曾经让吴昌宏迷失自我 触犯法律 犯下重罪 如今 面对同样失去父母关爱的女儿 他唯有鼓起勇气 承担责任 才是对亲人最好的补偿 他们曾是亲人 现在却是仇人 他们既是受害者 也是施暴者 家庭破碎 亲情私利 他们缘和迷失了幸福的方向 515国企家庭日 忏悔路栏目推出四集特别节目 守望幸福 与您共同关注婚姻与家庭 人性的批判 忏悔的力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